Hello 大家好 我是Hasper Casino Live 官方中文战解说员木头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近期Hasper直播的精彩排局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 感谢支持 那Saya也是觉得在这个桌上 我这个AA LIMP很有可能是得到你们后卫的动作 但是这手牌很不幸 没有人选择加入 那AA是LIMP进了一个四人地尺 不过这个牌面对上来讲还不错 才有一张黑槽A 在翻牌 Saya先下注 500的地尺 打200 Andy买花跟注 转牌又是一张K 对于Saya来讲这张K不是特别的好 不过他还是在打 打得没有很重 900的地尺 打了300 Andy还在买 买最小的花 到了合牌是一个双攻队 那Saya因为自己手里踩了一张黑桃A 这里先过牌 Andy投一枪 1500的地尺 这里Saya摆摆手 表示了三分之一 我AA支付了 Andy呢 这还不是面 是个四海 但是因为战力游戏 Saya要秀出手牌 每人都没有想到 居然还有一手AALIMP进来了 昨天都弃牌 我们来看WillWill是否会把Eric给带进来 Will让路了 那我们来看Eric 这里是Eric在问Saya后手多少 Saya说 我就差不多就是我出十码量 我就赢了一些小底十 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这排Eric拿着五五 当着五姐的面 直接O in Saya 秒靠 秒靠 并且就直接说出了自己手牌 我是AK方骗 第一次直接见五啊 Eric是知道五姐传说的呀 这么看 拿到五五直接冲就完善来呦 第一次还用了Saya两张K 我呢 这第一次对于Saya来讲 非常的浪费 还有没有AK Eric的五五直接筹码翻倍 3啊 天崩开局 他刚才在说自己赢了一些小底十啊 那现在只剩下那点小盈利了 还有700块钱 那这种牌是Andy的小猫位的A圈 三后没有击中 有一张草花A 如果另外两个对手也没什么好牌 Andy第一项打了三分之一 这就放好掉了 来看Saya Saya也是直接就准 Andy用A圈靠住 你看转牌 转牌有没有草花 转牌出了草花 出了草花 Andy有草花A的 然后这里Saya是草花9带一个卡顺 一方面自己手里有卡顺 另外他已经带上草花9了 他是可能在这个牌面去给对手讲我已经种花的故事了 然后在转牌Saya13000打了5000 那对Andy来讲 我觉得在转牌肯定是走不了的 但这个牌我觉得也很难去 瑞回去 Andy靠住 你看核牌 核牌是一张关牌 那A嗨对圈嗨 Saya的圈嗨是开不开牌的 这是一个红颜色的圈子 Andy靠着 这2费的圈子 这1费的圈子 那3费的圈子 Saya Bot in For more than her initial buy in So she has Once she got stacked So she now has A little over pot behind Yeah Yeah I play a bunch of them Yeah So She is way out on a limb here But 塞亚会不会喊出all in 塞亚目前已经是水下比较多了 在合牌也给自己留了些筹码 塞亚可能觉得我能打掉就打掉了 打不了多哥7600也是白哥 在合牌已经是一个接近满直的下注 那对于安迪来讲 自己有草花A不是特别适合去抓 而这手牌他也没有说利用自己草花A blocker 去给对手讲故事空间了 对手没后手了 这手牌其实是安迪打到目前为止 他在翻前拿到的不错的手牌了 之前那些牌确实都挺离谱的 都是离得很远的匹刹牌 这手牌塞亚打的挺漂亮的 这手牌塞亚是要秀牌的战流戏 安迪拿了一个95杂色 他只投入了100块钱 这手牌他是嗨债位置的Limp 95杂色 他没有秒封 这疯了 在上一场牌局的时候 对抗Airbo和Mariano 安迪我记得有一个不太寻常的八九方片 就做了一个什么 call open though 接4bite 接5bite的动作 但那手牌你八九方片 你起码比这个牌要强 这95至尊 真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吗 而对于塞亚来讲 他刚刚用一手结构牌 进过一个4bite时 无功而返 那这手牌石钩方片 不过这手牌和刚才也不一样 刚才是冷尻尽去 他没有投入 他就尻尽去 这手牌毕竟自己做过3b了 就给塞亚来了 而且这手牌塞亚是两人底时 刚才是一个三人底时 翻牌八九圈 塞亚天顺 安迪中九 这手牌如果说安迪是一路冲出去 那只能说翻前是自己 强行给自己上强度 第一枪打的不中 三分之一 塞亚天顺靠住 转拍一张无关牌 安迪有酒 有酒 有酒过牌了 来看合牌 合牌又是一张酒 我不知道看见这两张酒 安迪有没有想到 当年Magic用酒来支配他的那一碗 合牌塞亚还在过牌 安迪用三条酒 这里主动去下注找价值 打了6400 那我们来看塞亚 这是一个翻前的四败地时 对于塞亚来讲 他的天顺输对手的圈圈 9988 塞亚直接 那对于安迪来讲 他这个牌他也不响了 他也输塞亚的圈圈 88 但是这个牌 想都没想 一手95之尊 输满了 塞亚直接水上 现在44000块钱 刚才好像安迪还自言自语 说了一句太上头了 我看着都有点上头 当然我上头 不是说合牌中酒上头 我从这个翻前 Limp Swit 我就有点上头 那这手牌塞亚又是一手K8 还回头 这手牌Limp Call 塞亚目前是没有黄点的 所以他可能这几手牌也是 愿意往里进一进 特别是Limp Call 可以拔杂色 这一次又中派了 Henry先偷一枪 也是一个接近满池的下注 不过这一次塞亚并没有 像尊重巴拉一样去尊重Henry 我这个顶盾我给不了你 转排10 转排不改 不改对手中顺 那有可能刚才他这个K不改 转排巴拉也中顺 在转排 Henry满持了7枪 再继续Core 刚才应该也是看了下自己手里没有方片 看看合牌 合牌花到了 那现在有花有单张顺 塞亚继续过牌 而对于Henry来讲自己是顺的 自己有一张方便圈 但是塞亚有没有可能在买花 如果他不是买花 我打出去能有多少价值 这个牌面 如果说塞亚这里的K还有没有支付 或者说塞亚的两对有没有可能支付 最终Henry也不打了 这一轮战略游戏也结束了 他们最后这一把是决赛 塞亚是丢了底蛇输了战力 安迪有KK大盲位 安迪中了几次大牌 那这手牌自己的起手牌也变好了 看看能不能借助这一波 这个无论是手牌还是中牌 上风气回回水 那这手牌安迪的KK多三比塞亚 一圈靠住 来看翻牌 翻牌很可惜 很可惜 这手KK在翻牌就没顶住 安迪有张草花K 这手牌先去做了一个持续下注 四分之一左右 塞亚有利位置 A圈靠住 你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没有特别大关系的牌 安迪的转牌已经过了 在塞亚的视角里 自己的A应该还不错 除非说这手牌遇到了埋伏 但是这手牌 因为塞亚自己有一张A 它是挡了安迪的AA 那安迪如果有勾勾的话 也不会埋伏 这个牌无论是说安迪的状态 安迪的位置 还是说这手牌该不该打 就是这个勾勾都不太会过牌 那这里塞亚打了一枪 在14000第10下注1万 这里我觉得更多 还是认为自己的牌领先了 安迪的KK 转牌没走 来看合牌 合牌又是一张勾 安迪继续过牌 我们来看塞亚 塞亚现在要考虑 安迪是不是拿钩在这里 靠着他一下 有可能吗 这里A圈如果要去打架值的话 打什么牌 打其他的A 对手被盖了帽的这个手对 在这个牌面应该也很难支付了吧 还未吃的真香啊 这里塞亚是说我应该去打一枪价值 但是我开牌了 我觉得塞亚这手牌就是他想来想去 他可能觉得我打价值也许价值不多 但是呢我打出去你要么不靠我 要不然你拼了 说给我蕊回来 我又很难办 那干脆我就开牌吧 那这手牌是塞亚对抗VIO VIO在这个翻牌圈中了七一对 塞亚实时顶着A 翻牌checkcheck 来看转牌 转牌VIO带对卡顺 那前五的底神下注一千二 塞亚实时靠 我看合牌 合牌无解连续签名 那两个人的手牌都是成牌 VIO带合牌用自己的七一对下注 四千九的底神下注三千五 这一枪应该也没有太多的价值 像打掉就类似塞亚这种牌 塞亚靠了 他可能认为VIO从转牌开始打 他有一些转牌听顺 或者听花的可能性 他认为合牌是一张无关牌 那这手牌实时跟得很漂亮 那这手牌是塞亚的 90草花 Henry对塞亚做三逼 对于塞亚来讲 三逼都好说 四逼他会想比较多 然后这牌塞亚是直接给Henry怼回去了 我其实之前没有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之前很多人和Henry在对抗的时候 特别在不立位置和他打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Henry很难打 就是因为他们不反抗 并不是说每个牌你都一定要这样去打 但是我觉得塞亚这个晚上看到目前为止 他对Henry的几手牌的打法 就是我要不然我就在翻前 我负给你 要不然我给你怼回去 我并不是所有的牌 我都是比如说90草花这个牌 我去靠你 靠你 一靠你没有位置优势 你就不太好打了 那手牌翻牌拉开 两个人都在卡7 塞亚在翻牌圈打得很重 一万二地十直接打了8000 我们来看Henry两低章卡下顺 没有任何后门花的保障 这手牌Henry还是要去靠 跟翻牌圈有关系就不走 那转牌塞亚中9 以时接近3万对手的后手 4万出头 它对她很常常做得不错 它对她很常常做得不错 所以一个困难的位置 她真的玩得不错 现在是一个顶顿卡顺 但是也许顶顿不够 也许Henry在这个盘边有 勾勾圈圈 这是一个翻牌的四败地势 在转牌塞亚 又来一枪 她在转牌这个 2万七的李时涨了1万 这一枪的尺度 是比翻牌要轻很多了 这牌应该是算了吧 但也许Henry会觉得这个牌面 我会有一些范围上的优势 虽然说我没有牌 但是这个牌面 你塞亚最后还是给了 还是给了 塞亚秀了这手90出来 这手牌塞亚拿到K高 这一轮战利游戏 只剩下了塞亚和安迪 这手牌塞亚的open 又遭到了Henry的加入 翻牌三张红桃 翻牌两架过牌 还在转牌 转牌K 两个人同时中K 那这手牌塞亚有点小麻烦 对塞亚来讲 这个底持 他是不愿意放弃的 因为战利游戏 最后就剩两个人了 所以这手牌 如果说是可靠可放 他可能就会去靠 不过我觉得转牌的过牌 已经挺不错的 并没有说我这个牌 我见K 我就一定要主动去打 因为K也是对手的 更好踢脚的范围 而且你不打 对手可能也会借K去偷你 那这里Henry打出来 打出来一个接近满持 塞亚的K高 塞亚靠住 那对于塞亚来讲 他现在应该是默念 不要发单单红桃 单单红桃 对于他的K高来讲 会更差 合牌 给了一个单八成顺 但是感觉带8的牌 在Henry那里没有太多 赛亚已经过牌 球摊牌了 Henry可能也是在想 这个牌我要不要去打架子 就像之前 塞亚也是有些牌 他也是想了很久 但是那个牌可能想来想去 觉得算了我不打了 这个牌最终 Henry也是没有去打塞亚 那有可能Henry打了塞亚 还会支付 但是毕竟在他们各自自己的视角里 都不希望把这个简单的事情搞复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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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